韦田公开One Piece决赛圈12人 等同明确了多拉格的战斗力上限 是能堪比年轻罗杰的王者级别 当年去罗格镇就大儿子王露飞 多拉格操控着风雨雷电霸气登场 一道闪电从天而降 给巴基电的外交领案 据说他的悬赏金高达50亿费力 仅次于罗杰和白胡子 实力也应该不输他二人 世界政府给他定了最凶恶罪犯的称号 如此强悍的多拉格到底有没有四皇级别吗 韦田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 有三种自然灾害最为苦分别是火山喷发 地震和飓风过境 在海贼王中正好对应着三个神级恶魔果实 火山喷发对应岩浆果实 能力者是海军元帅赤犬 地震对应超人系阵阵果实 曾经的主人是白胡子 飓风过境应该对应风暴果实 很像是多拉格展示过的能力 可见多拉格具备的实力 能匹敌赤犬和白胡子 在海贼王漫画1121画中 韦田公开决赛圈12人大名单 陆飞与黑胡子即将对战 太阳神尼卡终将获得胜利 香克斯和巴基是兄弟交战 说不定获胜的人会是巴基 萨伯对位的人是赤犬 击败海军元帅替兄弟艾斯报仇 多拉格即将与神之骑士团的首领加灵胜交战 他曾经也说过 神之骑士团出动 代表着真正的战争 在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中 加灵胜大杀四方表现强野 是能抗衡年轻罗杰和卡普的王者极见识 多拉格能与他对位 整体实力也应该是王者级别 也就是说达到了年轻时期卡普和罗杰的水 有如此战力的多拉格 应该属于超四皇级别了吧 白胡子一生经历过三次惨痛失败 三十多年前被一位少年重创胸口 罗杰向海军自首被处刑后 白胡子就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 很多妄图出人头地的海贼心人 都想取下他的手机来证明自己 甚至是成名已久的世界第一剑豪鹰眼 也想探究自己与他的差距 即便是如此强悍的白胡子 也经历过三次战败 留下了一身的伤疤 第一次是败给罗杰 两人是同时期的海贼 战斗力相差也不大 曾经罗杰海贼团与白胡子海贼团相逢 双方爆发三天三夜的大规模战斗 最终两个海贼团也没有分出胜负 白胡子和罗杰也都受了一点伤 据说双方爆发的战斗不止一次 从世人的说法来看 罗杰的实力要更强一些 第二次战败就是顶上战争 白胡子带领全部手下 去马林范多叫艾斯 轻质的冰河时代完全没有效果 黄元的八尺熊勾玉也没打到白胡子 还是赤犬比较聪明 使用轨迹侧反大窝蜘蛛 一键贯穿白胡子的胸膛 此后白胡子与赤犬交战 场面上明显落于下风 胸口也被赤犬打伤 在艾斯丧命马林范多之后 白胡子彻底暴走 一拳头砸在赤犬脑袋上 随后与赤犬交战 不仅胡子被打掉 胸口也再次被岩浆拳头打伤 最终白胡子拼尽全力 才将赤犬打入地面之下 自己也耗尽了体力 之后与黑胡子战斗 面对暗暗古时的逆天技能 白胡子的攻击完全无效 好在抓住黑胡子傲慢的弱子 才用无上大块刀从云切 将其砍倒在地 可惜白胡子已经没有任何力气 没能使出最后一击 将黑胡子战斗 紧接着黑胡子带领手下一拥而上 将世界最强男人的生命彻底攻击 白胡子的第三次战败 是在38年起 当时他还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 为了做世界的王 洛克斯带领全部手下 攻打天龙人的狩猎场神之谷 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 被洛克斯海贼团的强者 打得节节败退 好在有年轻的卡普出现 他与罗杰海贼团联手 才将洛克斯击败 事后我们从白胡子口中得知 洛克斯之所以战败 是他们爆发了内户 那场战斗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强者 被认为是香克斯父亲的加灵胜 当时的加灵胜有着非常强悍的实力 一度被认为是那场狩猎的冠军 几十年后白胡子见到香克斯 直接来了一句 看到你我的伤口就引领作痛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白胡子与加灵胜有过交手 战败后胸口留下一道伤疤 五个特殊超人戏果实能力太腻甜 其中有三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 不过有一人被卡普一击铁拳捶爆 第一颗是诺诺果实 能力者是卡塔库利 拿着十亿五千七百万的神经 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 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 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 加上剑纹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 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 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 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 伟田曾经在SBS中特意说明 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 属于特殊超人系 第二颗是毒毒果实 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 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 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性窟窿 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 没有特定的解药只要在痛苦中丧命 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就哥哥爱思 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 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无感瘫倒在地 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 元帅战国曾说过 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 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 当时路飞只开发出三档 也不会武装色和剑纹色 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 第三颗是石石果实 能力者是多福朗宁哥的手下皮卡 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 皮卡用石石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 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 甚至有海米觉得石石果实是自然性 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 性格上还特别傲慢 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 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 结果被一招九刀流大千世界秒杀 第四颗是岛岛果实 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四船长皮萨罗 他拥有恶政王的称号 像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 匹萨罗在风潮岛对战卡普的时候 展示过岛岛果实的强大之处 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 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 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 被卡普一击铁拳打成重伤 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 果实能力都是浮云 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 第五颗是合体果实 能力者叫巴雷特 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 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 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 与年轻雷厉战斗都是平局收场 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四皇级别吗 离开罗杰海贼团后 巴雷特在大海上吃层 最后被图摸令击败关入监狱 趁着陆飞大闹推进城 巴雷特成功越狱 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 打私当状态下来的陆飞 也就一拳头的事情 战斗力绝对不弱于四皇 七五海中战斗力最强的六个人 果实开发最完美的暴君雄才排第四 有三个人的战斗力能抗衡四皇 第六名克洛克达尔 别看老沙当年只有8100万的赏金 居然挑战过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 曾经还和巴雷特有过战斗 据说是打成平手 巴雷特的实力可不输雷厉 在阿拉巴斯坦被陆飞打败 一方面是轻敌 另一方面是陆飞的主角光环 来到顶上战争 老沙的表现非常好 与多福朗明哥战斗场面上也是五五海 与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对战 也能让对方乖乖停手 不再继续攻击陆飞 后来用一招沙漠大剑劈开赤犬的身体 可见他的实力很接近大将水准 目前老沙的赏金是196500万 不比任何一位皇妇的赏金低 第五名多福朗明哥 明哥和克洛克达尔的实力很接近 两人在顶上战争也是不分胜负 不过明哥已经展示过恶魔果实觉醒能力 吊打过四档状态下的陆飞 明哥还拥有霸王色霸气 虽然没掌握霸残攻击 天赋上比老沙好一点 不过明哥对战罗的时候 暴露出武装色不强的弱点 实力上限也不会很高 第四名暴君雄 大雄绝对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战斗力 对恶魔果实的开发也是堪称完美 不仅拥有堪比光的移动速度 还有超强的回复能力 让人瞬间精神改变 在相波地群岛时 大雄主动介入雷丽和黄元的战斗 实力应该不输他二人 当黄元让暴君雄给个交代时 他并没有听从命令 一点没把黄元当回事 即便是成为没有感情的奴隶 赤犬也得亲自出马 反映出大雄真的很强 第三名女帝汉库克 在七五海中汉库克是唯一的女性 却被战国夸赞拥有接近大将的实力 七五海制度废除之后 黑胡子带着两名手下 前往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 结果大九和戴鹏被瞬间石化 才抓住女帝 黑胡子自己也说了 一旦自己松开手 也会被甜甜果实的石化攻击打开 从黑胡子畏惧的态度来看 汉库克绝对拥有抗衡四皇的战斗力 第二名鹰眼米霍克 作为世界第一大剑豪 鹰眼的战斗力不用强调 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 曾经与香克斯多次打成平手 海军也强调鹰眼的剑术在香克斯之上 目前鹰眼的赏金是35亿9千万倍 比四皇鹿飞和巴基还高出很多 鹰眼对武装色的修炼很高 已经打造出黑刀 应该还具备霸馋攻击 第一名黑胡子弟骑 当年黑胡子击败开始成为七五海 目的是前往海底监狱寻找伙伴 来到马林范多之后 黑胡子击败最强男人白胡子 得到超人戏镇镇镇果实 之后击败马尔科率领的众多队长 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皇帝 不过黑胡子对霸气的修炼不强 被罗用手术果实狠狠揍了一顿 暗暗果实对鹰眼并没有克制作用 说不定黑胡子还打不过世界第一剑豪 十二名七五海中最弱的六个人 其中有三人痛击过四皇 盛平居然排名倒数第五 第十二名是无名七五海 目前还没有露面 在暴君雄的回忆中我们知道 艾斯在出海后击败过一位七五海 那个人的名字还没有公布 具体的战斗力也没有准确的参考依据 当时能被艾斯轻松击败 只能表明那位七五海的战斗力不会很强 第十一名是月光莫利亚 赏金只有三亿两千万倍率 也是唯一一位因为实力太弱 被吴老星下令抹除的七五海 年轻时期的莫利亚很强 曾经与凯多战斗 居然能保住一条小命 在恐怖三围翻船对战路飞被击败 后来在马林泛多被慎平一拳打飞 顶上战争完结之后 吴老星让明哥抹除莫利亚 却被他逃走捡回一条命 后来莫利亚去蜂巢岛寻找同伴阿伯 又被与之溪流重伤 目前下落不明 第十名是巴基 战斗力很一般 却拥有霸王色运气 罗杰被处刑之后 巴基拒绝香克斯的邀请 在东海成立自己的海贼团 后来陪着路飞一起 从推进城越远 来到顶上战争的表现可谓异常神韵 正面对抗世界最强剑豪鹰眼 任由对方砍了一万刀 也是一点伤都没有受 抱着重伤的路飞和慎平躲过岩浆拳头 还能巧妙地躲过黄元的激光偷袭 不得不说巴基又隐藏实力的嫌疑 否则也不会成为当今的四皇之一 第九名是白胡子二世 已经被绿牛击败 关入海底监狱 白胡子二世的实力不小 黄元评价他拥有年轻白胡子的战斗力 对战白胡子海贼团的众多船长 也是用碾压的战斗力获得胜利 不过白胡子二世能被绿牛轻松击败 只能说他的战斗力上限不高 第八名是草帽团的剁手慎平 赏金十亿倍利 慎平作为愚人组 罗在顶上战争对战鹰眼 慎平连一招都没挡住 就被鹰眼打飞出去 在蛋糕岛慎平的表现非常好 将四皇大妈从桑尼号上打飞出去 在和之国对战赏金五亿四千六百万的福资 没拿出全部战斗力便取得胜利 之后慎平的赏金涨到十亿倍利 比觉醒血统因子的山智还要高一点 第七名是特拉法尔加罗 赏金三十亿倍利 顶上战争完结之后 罗通过洛基岛事件成为一名七五海 不过在与多夫朗明哥的战斗中 罗被全程碾压 还被对方砍掉一条胳膊 来到和之国后 罗将手术果实觉醒 联手记得战胜四皇大妈 后来遭到黑胡子海贼团的围捕 单挑四皇黑胡子也能将其打伤 最终被开启暗暗果实的黑胡子击败 海贼船被击毁后 罗也下落不明 海军十二生肖的战力排名确定 强如赤犬也只能排在第三名 据说最强的人拥有五十亿的赏金 第六名是黄元 对应生肖是申猴 当年在香波地群岛登场 黄元把超新星挨个虐了一边 如果不是冥王雷厉及时出现 索隆的小命铁定被光速踢带走 不过黄元见到暴君熊却没有出手 多多少少有点丢大将的面子 在顶上战争他的表现还算可以 打白胡子也能给对方造成伤害 见到四皇副手本被克曼举起双手 也算是黄元战绩上的一个污点 对战武当状态下的陆飞 黄元被一拳暴头 可见他并不能匹敌四皇 第五名是轻智 对应的生肖是有机 轻智的战斗力略低于赤犬 经过十天十夜的熬战西白 与白胡子的战斗 轻智的表现很一般 第一次被从空中击落 第二次将白胡子冰封 却强调震动无法动住 随后就被乔兹撞飞 轻智对黑胡子海贼团时非常勇猛 直接冰封圣胡安恶郎等人 作为卡普的首席大弟子 轻智的战斗力比师傅明显差了一个档次 被卡普用一拳霸王色缠绕攻击 打入弟弟之下后满脸是伤 第三名是赤犬 对应的生肖是虚狗 单单从顶上战争来看 赤犬绝对是战神级别的存在 对战受伤的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 也能从正面给予对方重创 即便被白胡子从背后偷袭重伤 依旧能站起来打掉白胡子半张脸 后来一个人挡住马尔科率领的对手 场面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烈势 不过遇到香克斯后立马认阻 沿江拳头被挡下后 吓得脸颊流寒 顶上战争过后 赤犬一个人去追黑胡子海飞团 也是战力强大的表现 不过赤犬还不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 相比四皇应该还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名是战国 对应的生肖是魏阳 战国是所有海军大将之中 唯一确定拥有霸王色霸气的人 他也算罗杰时代的人 曾经与白胡子多次交手 可见两人实力不分博主 与卡普一起对抗过金狮子 大战五天五夜之后 将金狮子关入监狱 还有在马林泛多对战黑胡子海贼团 一巴掌将对方所有人拍吐血 虽然战国没有使用过霸肠攻击 他的战斗力绝对在四皇级别 第一名是多拉格 对应的生肖是陈龙 最新的海贼王漫画剧情已经确定 多拉格曾经是海军中的一员 在那里看不到自己要坚持的证义 才决定创建革命军对抗天龙人 多拉格的具体战斗力还无法确定 拥有操控风与雷电的能力 还应该拥有强大的霸王色霸气 所谓的霸馋攻击也应该具体 龙的赏金也未公布 被评为最危险的罪犯 达到五十亿贝利不算难 海军十二生肖的战力排名确定 最弱的六人被汉库克秒杀掉两个 堪称怪物的大将绿牛只能排第七 第十二名斯摩格 对应的生肖是四蛇 在霸气还没有完善的时候 吃了烟雾果实的斯摩格堪称无敌 与陆飞战斗可以说是完全碾压 如果不是龙登场 陆飞很难出海冒险 对战火拳艾斯也有一战之力 烟雾与火焰碰撞很难奋出高低 不过在顶上战争与道女帝汉库克 以近乎被秒杀的方式战败 两年过后斯摩格的实力一点没长进 对战七五海罗被秒杀 对战多夫朗明哥又被秒杀 好在轻至及时出现才保住他一条小命 第十一名是吴鼠 对应的生肖是紫鼠 吴鼠作为一名老牌中将 有强悍的剑术 以及非常高的战斗智商 面对汉库克的甜甜果实 用匕首刺穿手掌 才避免全军被秒杀 在顶上战争对战陆飞 吴鼠也是占据上风 差点将陆飞干掉 赤犬当上元帅之后 吴鼠晋升为海军基地指挥官 也能体现出他很强 第十名是查屯 对应的生肖是亥朱 查屯至今还没有出手战斗 不过他的职位是大将后部 在大将缺席的时候 有资格成为大将 可见他拥有大将级实力 第九名是陶兔 对应的生肖是卯兔 陶兔和查屯一样都是大将后部 战斗力也应该能接近海军大将 他手中的明刀金皮罗 还未公固品贱 很有可能也是无上大快报 陶兔对陆飞的安危非常关心 说不定他与陆飞的妈妈 有什么关系 第八名是黑马 对应的生肖是五马 黑马只出场一次 在世界会议后和赤犬一起 商讨薇薇公主的事情 他的身份除了是海军中将 他还是海军犯罪调查局的局长 能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 可见黑马的战斗力 或许是大将水准 第七名是绿牛 对应的生肖是丑牛 绿牛和藤虎一样 在世界征兵中 以非常优异的表现成为大将 都说绿牛拥有怪物级别的实力 可是他在面对四皇的表现很差 去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 绿牛能轻松搞定 阎灾禁和一灾奎英 对战赤翘九霞也是完全占据上风 连大和也表示不是绿牛的对手 甚至还自信能取下陆飞的脑袋 拿回去给元帅赤犬邀功 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霸王色霸气时 绿牛居然被吓得仓皇而逃 难道绿牛真的是最弱的海军大将吗 奥军雄的战斗力再次得到提升 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 战斗力妥妥的能超越海军大将 在所有七五海之中 奥军雄对恶魔果实的开发最完美 将一颗看似卖萌的超人系博士 开发出不输自然系的破坏力 而且还具备不输闪闪火时的移动所 以及让人瞬间恢复的治疗能力 别看暴君雄只有两亿九千六百万的伤精 战斗力绝对不输任何死黄属性 当年奉命去恐怖三滚翻船到莫利亚 传达黑胡子成为七五海的消息 调侃莫利亚会被曹军雄击败 气得莫利亚咬牙切实却不敢还手战斗 而且莫利亚已强调很清楚暴君雄的能力 也是认定战斗力不如对方 后来奉命剿灭草帽佑 拿着索隆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用自己的命去勿飞 元帅战国得知暴君雄让草帽团套斗 立马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辑 不敢相信凭借暴君雄的战斗力 居然没能干掉草帽团子的任何一人 得知黄元在香坡地群岛对战草帽团 暴君雄主动介入黄元与雷厉的战斗 可见在暴君雄看来 即便对手是雷厉和大将 也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他们 当黄元让他给一个交代的时候 暴君雄完全没给面子 直接对了黄元一对 身为海军大将的黄元居然没敢动手 也表明出他不具备击败暴君雄的实力 在顶上战争暴君雄的补贤并不足 只是用一招熊之冲击将巨人奥兹击败 与老同事伊万科夫的战斗也很短暂 从场面上看战斗力不在小伊万里 世界会议期间暴君雄失去所有意识 被萨博和三位军队者成功进入 不过他并没有留在革命中的基点 而是一个人重新回到圣地马力桥的 赤犬得知此事后选择亲自出 直接来了一招名总将暴君雄打成军状 随后赤犬评价大雄是非常危险的一种 可见他也非常认可暴君雄的事 在最新的海贼王浪华 1995年 暴君雄的回忆中有38年前是这回大战的场景 那时的大雄还是个孩子 因为来自于巴卡尼亚一子 拥有巨人族的血液 被天龙人抓捕作为强悍的奴隶 参加每三年才会举办一次的人类狩猎游戏 年轻的神之骑士团司令官加林圣也来 天龙人希望他能成为最终的冠军 却遇到了洛克斯海贼团的攻击 加林圣在那场战斗中的游戏非常有 就在那时暴君雄遇到了伊万科夫 趁着神之谷的混乱之际逃走了 当时萨坦圣得知此事后 强调不应该让强大的巴卡尼亚人逃走 直到现在萨坦胜去了弹头脑 依旧对波尼提起巴卡尼亚一族的强打击 可见在他看来 巴卡尼亚的强大力量 对于天龙人来说也是潜在威胁 暴君雄至今还没有展示巴卡尼亚一族的特定 结合上开发到几乎完美的肉球武士 真正的战斗力很可能会接近死 也难怪当年黄元不敢与之战斗 赤犬能与白胡子打得有来有回 轻质也能让黑胡子不敢动手战斗 黄元为何会被武当陆飞一拳爆头 是妮卡太强还是黄元太弱呢 从四个方面能得到答案 第一是黄元坚持模棱两可的正义 对待任何事物都不认真 当年去香波地群岛团灭超新星 却没有将任何一人抓捕去监狱 后来对付草帽团一伙 黄元也没有下杀手 踩着锁龙练戏高抬腿 直到冥王雷利出现 一拖鞋踹飞自己的光速踢 让草帽一伙逃生 在弹头岛遇到草帽团 黄元依旧没有认真战斗 才导致对战陆飞是完版 第二个原因是黄元在执行任务 首要目标是将贝加庞克抹除 在与陆飞战斗的同时 还要分心去找贝加庞克 导致没有用权力 黄元虽然是和赤犬齐名的海军大将 至今也没有展示过超强的实力 顶上战争面对红发团的皇护本贝克曼 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现在与真正的四皇陆飞战斗 黄元处于分心状态被爆头也理所当然 第三个原因就像前大将责法说的那样 黄元太过依赖恶魔果实 面对弱者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对战顶级强者时就显得非常吃力 当年在马林泛多攻击白胡子 八尺穷勾玉被马尔克用身体挡住 不仅没有对小马哥造成任何伤害 自己还被对方一脚踹飞 还有在剧场版红发哥击中 黄元当着红发海贼团的面攻击乌塔 光速移动也被香克斯的瞬间移动压制 担心脑袋落地乖乖举手投降 对战陆飞的时候也能看出来 闪闪果实的攻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不管黄元使用什么样的招式 都能被陆飞天马行空的招式化解 黄元太依赖果实导致霸气修炼度强 在顶级强者的战斗中处于劣势 凯多老师就曾说过 恶魔果实都是浮云 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 不管是罗杰还是白胡子 在对待强者的时候 都会用霸王色缠绕攻击 黄元连霸王色霸气都没有展示过 显然打不过掌握觉醒和霸馋的陆飞 第四个原因就像海米一直讨论的那样 黄元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剧 虽然剧情中没有明确交代 但从黄元对待草帽团的战况可以确定 当初在香波地群岛 黄元能瞬间秒杀超星星 却没有立马干掉索尔 还有在顶上战争的时候 黄元每次攻击陆飞都有在救人的嫌疑 最重要的是黄元掉锅铛的表情 与变成小老头的陆飞一模一样 如果黄元真是陆飞的好舅舅 被武当陆飞抱头有试一次演技的提升 陆飞有两个手下的果实存在上级 花花果实的上级居然是一颗自然系 第一个是小人族的雷欧 也是草帽大船团的第五船长 雷欧吃了超人系缝缝果实 就是能用真将任何事物缝起来 对战斗力的提升好像并不大 遇到武装色强的角色等同废物果实 不过缝缝果实还有一定的医疗能力 罗的左胳膊被多夫朗明哥砍掉后 他本人用手术果实都无法接起来 雷欧用缝缝果实将断臂连接起来 结合小人族公主曼雪莉的治愈果实 才让罗不至于变成断臂的残废人 从缝缝果实的能力来看 他的上级果实很明确 就是明哥的线线果实 明哥对线线果实的开发简直完美 不仅能用线操控敌人的行动 还能用线制造庞大的鸟龙 即便是大将藤狐也无法将鸟龙破坏掉 而且线线果实也有很强的缝补能力 可以将受损的内脏缝起来 从多夫朗明哥与陆飞的战斗看 不仅拥有百万分之一的霸王色 还拥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 打四当陆飞毫不费力 妥妥的准大将实力 雷欧虽然是草帽大船团的第五船长 战斗力最多也就中将水准 世界会议期间就白星公主被陆奇秒杀 与多夫朗明哥交手也应该被秒杀 第二个就是罗宾的花花果实 居然也存在一颗上级果实 从名字上看花花果实不算强悍 却被罗宾开发出非常全面的功能 可以制造出分身用来收集情报 即便被发现本体也不会受到伤害 还能在任何物体上长出手臂 对战武装色强的敌人并没啥作用 都说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不过罗宾曾说过 速度对他毫无作用 在和之国与黑玛丽亚交手 罗宾召唤出巨大恶魔 战斗力很接近大将 从能力上看花花果实的上级果实 就是绿牛所吃的自然系森森果实 罗宾是在任何事物上长出花朵 绿牛却能在任何事物上长出花草树木 能力完全碾压罗宾的花花果实 不过绿牛的森森果实被认为是自然系 来到和之国处理百兽海贼团的时候 绿牛说他自己是森林员 还特意强调他和大海一样是万物之源 很容易判断森森果实就是自然系 不过绿牛对森森果实的运用 与当年吃了糯糯果实的卡塔库利很像 结合恶魔果实的觉醒能力 同化周围的任何事物 很像是自然系效果 目前还没有官宣森森果实是自然系 但能力绝对算花花果实的上级 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终于公开 吃了它就是海贼王中的第二强者 不过那颗果实已经被伟田彻底血藏 自然系一直被认为是三系恶魔果实中最强的一种 在顶上战争时 三位海军大将都展示过自然系毁天灭地的力量 轻质的洞洞果实 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海啸瞬间冰封 赤犬的岩浆果实 不仅能燃烧火焰 还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炼雨 最强的自然系果实到底是哪一颗 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 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后 曾说过那就是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 拥有世界上最凶恶的力量 可以吸收任何能量造成的伤害 一旦被黑胡子释放的黑暗元素触碰 能力者的恶魔果实也会失效 黑胡子靠着暗暗果实击败艾斯 从一个无名小卒晋升为七五海 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 单单从果实对拼来看也占据绝对优势 不过暗暗果实不能让身体元素化 还会带来双倍疼痛算是一大缺陷 赤犬当上海军元帅后生命卡信息更新 也有了岩浆果实的详细介绍 相比超人系和动物系恶魔果实 岩浆果实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 从赤犬的战斗表现来看 岩浆果实的确拥有最强自然系的资格 对战受伤的白胡子没有太大劣势 被偷袭暴揍后也能重创对方 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 也自信能将陆飞的脑袋留下 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时候太损 背下的脸颊流汗一动也不敢动 爱尼路在空岛登场时纳门就说过 响雷果实是最强自然系 从爱尼路的表现也能证明这一点 草帽团除了陆飞被挨个秒杀 结合能覆盖整座岛屿的剑文色霸气 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无死角打击 大赵雷营的破坏力堪比远古兵器 只要一击就能将一座岛屿毁灭 如果武装色霸气不能抵御雷电 响雷果实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好在陆飞的橡胶对雷电有免疫作用 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击败爱尼路 伟田曾在FBS中公布最适合草帽团的果实 索龙可以吃下鱼鱼果实青龙形态 最适合纳美的恶魔果实就是响雷果实 那样他就会变成真正的天后女王 也会变成全世界攻击力最强的人 当然雷电攻击对陆飞不会造成伤害 从此也能看出 伟田也认为爱尼路的响雷果实 就是最强的自然性 不过爱尼路已经前往月球 响雷果实很难在剧情中出现了 不过伟田好像忘了 纳美不用雷电攻击 也能把陆飞按在地上摩擦 暴君雄身上的所有弥团揭晓 当年救陆飞并不是因为多拉格 他从赤犬手下逃走是要干掉波尼的父亲 萨博曾在玛丽乔亚说过 大雄曾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从他的成长经历也能确定这点 宁愿自己受苦也要拯救他人 不管是对待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年幼的波尼 大雄都特别温柔 他为何会有暴君的称号 从他和金妮的往事 可以找到答案 金妮和大雄一起长大 还曾向他求婚 可惜被天龙人绑架做老婆 大雄得知此事后 在战斗中异常凶残 因此被世人称之为暴君 据说大雄加入七五海 是因为曾经当过革命军 为了活命才选择妥协 其实大雄成为七五海 以及成为贝加庞克成为试验品 都是为了救波尼 当年金妮从玛丽乔亚逃回来 身患轻育灵病 还带着只有两岁的波尼 更加悲惨的是 波尼也患上了轻育灵病 据说比伯迁病更加恐怖 在波尼五岁的时候 医生推断他的病情会恶化 最多活不过十岁 大雄为了照顾波尼离开革命军 龙也说会全世界寻找名医救波尼 结合波尼曾对陆飞等人说过 小时候曾去过贝加庞克的实验室 可以推断出大雄为了拯救波尼 应该是找到了最聪明的贝加庞克 作为交换才答应海军成为七五海 以及提供身体用来研制和平主义者 当年在恐怖三围翻船 大雄接到海军的命令 将草帽团彻底抹杀 他只是测试了一下陆飞伙伴的忠诚度 便将草帽团全员放走 后来又在香波地群岛 当着大将黄元的面 将陆飞等人全部救走 顶上战争完结之后 认为陆飞的老爸是多拉格 大雄才会对草帽团如此好 其实大雄很早就知道尼卡 或许也知道橡胶果实语就是幻兽尼卡 他舍弃性命帮助草帽团 就是想看到太阳神尼卡拯救世人的一天 世界会议之后 革命军的队长们就回大雄 可他并没有跟着龙 而是一个人又回到了圣地玛丽乔亚 被赤犬重伤后不知所踪 结合好友金妮曾是天龙人的妻子 不难推断大雄接下来的行动 目的就是找到曾经绑架金妮的天龙人 也就现在玻尼的父亲 然后干掉那个天龙人 为之有金妮以及现在的玻尼报仇 不得不说大雄才是海贼王最惨的人 一生悲惨都是在为他人活着 四皇大妈被击败留下五个谜团 卡塔库利与凯多的关系确定 罗杰曾经把他当作妹妹看待 第一个就是大妈是否还活着 被罗和基德打败后 大妈与凯多跌入岩浆 按理说不可能生还 他的女儿布林也曾说过 如果妈妈还活着 黑胡子就不敢如此嚣张 可见布林已经认为大妈战死何之果 不过大妈创造的宙斯却没有消失 众所周知能力者一旦丢掉性命 他所吃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会随之消失 雷云宙斯却和纳美的天后棒融为一体 难道说大妈洗过岩浆澡还活着吗 第二个就是卡塔库利的父亲 到底是不是凯多 很多海米推测凯多是卡二的父亲 因为两人的装扮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年龄上看就不成立 卡塔库利48岁 凯多59岁 两人只相差11岁 凯多11岁的时候还没做海贼 也没有与玲玲相识 更不可能生孩子 从夏洛特玲玲的过往经历来看 卡塔库利的老爸很可能是长面包 第三个是大妈有没有吃掉修女 获得浑浑古食 在005岁生日的那天 她爆发了事实症 醒来之后羔羊之家被毁 她也获得了浑浑古食的能力 很自然的会觉得是她吃掉了莫罗修女 不过莫罗修女的衣服却完整地留在地上 更像是修女霸占了大妈的身体 而且大妈身体中存在两种人格 一种是天真的孩童 很像小时候的灵脸 另一种是邪恶的一面 更像是狡诈的修女 难道真是她在用大妈的身体 第四个就是大妈与大和是不是魔物 当大和以女儿身登场时 就有海里认为大和是凯多和大妈的女儿 从大妈年轻时的样貌来看 与大和还是有点相似 尤其是两人的眼睛 不过在洛克斯海贼团被卡普击败之后 大妈和凯多也就分道扬镳了 两人都在忙着壮大自己的海贼团 刻意见面生一个大和出来也不合理 第五个就是罗杰对大妈的称呼 为何那么亲切 38年前两人在神之谷有过交战 之后两个海贼团也有过一次交手 罗杰在提及路标历史证文时说 曾经从玲玲的手中抢到过一块 从话语中可以看得出来 罗杰没有把玲玲当敌人 更像是妹妹 大妈在和之国被基德和罗击败后 也在询问罗杰one piece到底什么 从中也能看出她没有把罗杰当敌人 不得不说两人的关系的确不简单 多拉格脸上的图案来历终于揭晓 不是卡普用鞋底打出来的印子 也不是恶魔果实造成的雷龙图腾 多拉格算是出场非常早的角色 身上的谜团却还有很多 当年在罗格镇登场护送路飞出行 展示过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 因此有不少海米推测 他吃了自然细风爆果实 却一直没有准确依据 还有多拉格的赏金也未攻堵 据说已经达到了50亿倍率 目前只有罗杰和白胡子的赏金超过50亿 难道龙的实力能比肩他们二人吗 陆飞的老妈是谁也没有确定 有人说是天龙人 也有人说是海军中的一员 更让人着迷的还是龙脸上的图案 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么得来的 有人说是老爸卡普的鞋底印 龙也是不听话的孩子 经常被卡普揍 就像小时候的陆飞一样 每次说要当海贼 就会吃上一顿艾滋铁拳 也有人说与龙的恶魔果实能力有关 就是西方神话中的雷龙图腾 这个说法很难成立 龙很早就吃了果实 图案不可能到后来才出现 其实从多拉格的以往经历中 也不难确定他脸上的图案是怎么来的 龙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海兵 可在海军中 他看不到自己需要的证 于是从海军中辞职加入自勇军 也就是革命军的前身对抗世界政府 22年前 吴老星为了掩盖消失的100年历史 将奥哈拉彻底毁灭 事后多拉格去祭奠三叶草博士 遇到了年轻的贝加庞克博士 他邀请贝加庞克成为伙伴 却因为自勇军没有钱遭到了拒绝 随后多拉格向贝加庞克允 自己会创建一支军队 推翻天龙人的图 此时龙的脸上还非常干净 不够裤子上的花纹与脸上的图案一样 后来他和伊万科夫来到索尔贝王国 并将豹军熊和金妮招募到旗下 经过八年的发展 金妮成为东军队长 可见革命军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 此时多拉格的脸上已经有了图案 难道说这个图案就是革命军的象征 当年与贝加庞克相遇 革命军还没有成立 图案只出现在裤子上 八年前革命军已经壮大到能抗衡天龙人 龙才将那个图案刻在脸上 至于图案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还得等着作者伟田公主 期望到了那个时候 陆飞的母亲也会一起登场